俄乌的战事还在持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乌军收复了赫尔松市 是冲突结束的起点 他誓言会冲夺所有领土的控制权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就强调 赫尔松仍然属于俄联邦的一部分 而另外俄乌两军继续在乌东 顿巴斯地区激烈交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 到访乌军日前收复的南部中镇赫尔松 男女老少身批乌克兰国旗 在市中心广场欢呼鼓掌迎接 泽连斯基向乌军士兵颁发勋章 一起为在战事中牺牲的战友默哀 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泽连斯基还主持了乌军收复赫尔松市后 当地收场正式的升级典礼 他认为收复赫尔松市 是为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 拉开帷幕 并誓言要冲夺所有 操亲占领土的控制权 而当问及乌军后续推进方向时 泽连斯基强调 不会是莫斯科 乌方对踏过领土不感兴趣 泽连斯基日前警告 陷阱和地雷仍遍布赫尔松市 指俄军撤走后 在四处留下毁坏的基建并埋下地雷 称迄今已发现多具平民及士兵遗体 指控俄军犯下逾400宗战争罪行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对泽连斯基到访赫尔松拒绝置评 不过他强调赫尔松仍属俄联邦一部分 与此同时 俄乌两军继续在乌东顿巴斯等地激烈交火 乌军方14号通报 当天在鲁干斯克地区累计收复12处定居点 并指俄军继续试图向顿涅斯克的巴赫木特 和阿夫纪弗卡推进 俄国防部当天则通报 俄军在顿涅斯克地区取得积极进展 经过激烈交战 成功夺得帕夫洛夫卡定居点的控制权 另有指出 乌军当天在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的攻势均遭俄军击退 累计歼灭290余名乌军兵力 俄军还在哈尔科夫顿涅斯克 追回两套美制排击炮定位雷达系统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